民進黨的總召柯建民 竟然是一個 這麼冷血無情的人 竟然還把花蓮的大地震 拿來做成一個玩笑 簡直是無恥至極 你應該要請辭總召 請辭下台 為人民負責 沒有想到 民進黨的總召柯建民 竟然是一個這麼冷血無情的人 我們之前在司法法治委員會 當然知道 他作為民進黨的總召 有任務在身 不斷的去阻攔 國會改革無法 但是呢 包含藐視國會罪等等的 最近在立法院裡面 大家看到陳耀祥的表現 大家看到吳釗燮的表現 這兩位官員無疑的 都證明了 藐視國會罪的重要 以及 國家改革的 國會改革的 無法的重要性 結果我們在審查法案的過程當中 柯建民總召 竟然還把 花蓮的大地震 拿來做成一個玩笑 就算他今天道歉了 無數死傷的災民會原諒他嗎 再來我們要問 為什麼他沒事要提地震 不就是因為國民黨的總召 負婚旗委員 他是花蓮的立法委員嗎 為了在他心口上面再插針 讓他感覺到痛苦 讓他感到他的花蓮的 相親朋友們的痛 用這種方式來攻擊 另外一位政治人物 大家覺得這是一個有品格的行為嗎 簡直是無恥至極 我再說一次 柯建民 你冷血 你無恥至極 這不是如果讓人民覺得聽了不舒服的話 我願意致歉 這麼簡單的一句話而已 你應該要請辭總召 你應該要請辭下台 為人民負責 0403的大地震 在花蓮 比921大地震還要嚴重 921大地震過去是因為他的正央在西半部 所以對西部地區造成很大的影響 但是 0403大地震在東半部 他造成的影響比921大地震 對花蓮來說還要更加的劇烈 很多花蓮人沒有了回家的路 很多的花蓮人沒有了房子 很多的花蓮人還在等待我們在立法院 有更多的條例 要求行政體系 有更多的資源幫他們重建 結果呢 民進黨不當一回事 是包含夜秀委員跟我們 在立法院裡面不斷的奮戰 要讓這樣的法案通過 要幫助 要救救花蓮人 民進黨都否決就算了 已經很冷血了 可見明他還要再說出這樣子 刺傷人心的話嗎 我忘記是誰講的 聖經講的吧 應該是基督教裡面談到的 舌頭的惡啊 你的話說出來之後就回不去了 對人的傷害就回不去了 對花蓮所有的民眾來說 心裡的痛就回不去了 所以道歉沒有用 我們要再一次強調 柯建民總召應該 立即請辭總召職務 並且辭掉立法委員的職位 才對得起廣大的花蓮相親 謝謝 吳東諺委員 在整個過程中我一直拜託你 何要信何要信 他有無奈 但是他也做一些插邊球 來做專案報告 這點我要感謝你 說到後來是月三號了 要硬幹的時候 那是老天有人 誇真大地震 老天有人誇真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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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天要救台灣的民主人 後來還是一樣嘛 因為問題走了吧 會輸一票嘛 所以你們不得不投協嘛 貪污腐敗 吃飽喝飽 酒池肉鱗 背盤交錯 夜夜深刻的民進黨 已經離人民如此的遙遠 我們再次要求賴清德 整頓民進黨 把這些腐敗分子 逐出國會 根本沒有資格留在這 賴清德當主席 你要不要出來道歉 花東花東 意思是台灣的後花園 就是有風有雨 有颱風有地震的時候 都是在第一線 為我們台灣 來當靠山的王 大風大雨來 就是從花東先來 所有的這些天災地變 花東人民 長期默默在承受 我們從 2018年 0206大地震 到2022年 0918大地震 再到今年 4月3號的大地震 地方的人 陌默默的一直在承受 這種天災 把安置 包括如何重建 家園遙遙無期 在人民這樣的痛苦當中 我們很難過的看到 一個邁入第三屆的民進黨 國家的執政黨 國家的執政黨 代表執政黨的 我們看看民進黨 當年創黨 是打的民主自由 要反對極權威權 打的赤腳出來的 今天 除了九十肉齡 除了大魚大肉以外 早就離人民已經 非常非常的遙遠 我們再次感受到 一個雙少數的政府 賴清德總統當選人 你看看你的國會黨團 你看看你的立法院 你看看你的民進黨立委 每一天 除了人身攻擊以外 不斷的破壞 國會的和諧以外 現在竟然把 我們的國民 我們的災民 人民的血淚 去啃這種人肉饅頭 對於整個偏鄉 如何的重建 在四月十九號 立法院的院會 讓林四林三 災後重建條例 進覆而讀 投下反對票的五十一個人 統統都是民進黨籍 請問一下 賴清德總統 在九二一大立正之後 重建條例 由哪一個政黨反對 二十天內 重建條例 就三十五通過 再看看 八八風災 莫拉克颱風 重建條例 朝野由哪一個政黨反對 只有今天 在民進黨貪污腐敗之後 進行延續這個政權 竟然民進黨的總召 在這裡 踐踏所有的人民 再把人民的山口上 在這裡啃人肉的血饅頭 作為它政治操弄 對抗 甚至當作系列的口吻 來看待這些災民 賴清德總統 民進黨 已經是台灣 不折不扣 極權威權的政黨 天天只知道 九瓷肉林 已經離人民有多麼遙遠 今天 災民的重建 五十一個反對的 全部是民進黨 全黨黨團反對 重建條例 過去 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 但是民進黨 今天泯默人性 還是一個執政黨 用這樣子笑看災區 笑看這些不幸罵難者 天 不幸來了這樣的一個天災 這麼多人家破人亡 到今天 確實被台灣的執政黨 用這種犀虐的方式 來攻擊 再看看 最基本的交通平權 人命無價 這次大地震 唯一安全的路 只有蘇花改 其他都貪方了 而此時時刻 我們的國道六號環島高鐵 花東快速道路 在立法院 唯一反對的 還是民進黨 還是柯建民 所帶領的民進黨團 把這些腐敗分子 逐出國會 根本沒有資格留在這裡 這就是民進黨 一個執政黨 國家的形象 是這樣子嗎 不只 讓台灣 對於人倫 對於人性的敗壞 莫死為勝 要如何教育我們的下一代 要如何 讓國際 能夠了解 台灣是一個現代化的 已開發的民主國家 確實有這樣的一個執政黨 大黨便是這個樣子 毫無人性 令人罰死 我們再次表達 這不是道歉而已 他所代表的是民進黨 賴清德當主席 你要不要出來道歉 要不對國人有一個清楚的說法 對災民 要如何致歉 災民的未來的善後 民進黨是不是還要繼續反對 重建條例 對所有的撫恤 是不是民進黨 還要持續的反對 賴清德當主席 你無可迴避 必須站出來面對人民 再一次 對於賴清德所屬的民進黨 啃食台灣的人血饅頭 我深刻的表達 最大的 最大的譴責 以及對於人民 表示 最難過的慰問